2023年新年车型大型骑道的今天还在花20万的预算去买一台燃油车的朋友是不是有些固执了 我觉得倒也不尽然 他们看中的更多是品牌可靠性以及无里程焦虑 比如我旁边这台Camry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已经连续几个月去保持在了中型轿车这个市场中的销量冠军 绝对是这个价位这个级别之中的长青树车型 那新年车型中就没有一台能够向这些一线合资燃油车发起挑战的吗 今天我们找来了长安起源A07 这台车在前两天刚刚完成上市 这台增程版200max版本的车型价格是为17.59万元 这和Camry主销的2.0升 桃花版车型在优惠之后的价格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两台车的实际表现究竟有怎样的差异 谁能更符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呢 想要挑战一线的合资燃油车 那么车辆的定位及车身的设计就不能走太小众的路线 符合多数人的审美需求才是关键 那对于国人来说 温润大气的感觉是不会错的 长安起源A07正是抓准了这种感觉 车身形体主打的就是一个优雅 没有复杂锋利的线条 更多是运用柔和的曲面线条 通过光影来去勾勒车身 这就是所谓浮光设计的精髓 当然大气流畅的感觉除了要依托于设计手法 那本身车型的车身尺寸也是关键 从数据上看两台车的车身长度是一致的 但是长安起源A07在车身的宽度高度以及轴距方面都要来的更大一些 这就让它更具气场感 而且长安起源A07所配备的超广角电动线背尾门 不仅让尾部线条更为流畅 而且在我们搬取大件物品的时候也更为方便一些 那除此之外宽大的车身以及更长的轴距 更能够为它带来实打实的空间提升 我的身高是1米9 坐在这两台车的后排 其实CAMRA的空间也还是够用的 但是坐到长安起源A07的后排之后 你能明显感觉它更加的宽敞 包括座椅的舒适性也要来的更好一些 更何况它头顶上方还有一张2.1平米的无界全景天幕 营造出来的视野开阔感是CAMRA不能比的 包括每次上下门这套电锡门所带来的豪华感和仪式感 真的是弹用难回 看完了设计和空间 咱们再来比拼一下两台车 在智能化及配置方面的差异 这也是大家在买车时候 现在非常关注的一点 实际上两台车虽然售价是非常接近 但其实配置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长安起源A07用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来讲 绝对就是遥遥领先 具体领先的一些配置实在是太多 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说几个 我认为在体验上能和CAMRA形成明显差异的配置 及功能点 首先一坐进车内 第一应用眼帘的一定是这台车配备的 这套15.4英寸的中控大屏 尺寸上就会来的更大一些 虽然凯莫瑞它也配备了一个10.1英寸的屏幕 但是这台 产起源A07的屏幕不仅更大 同时它的分辨率来到了2.5K 还支持120Hz的刷新率 峰值的亮度也来到了1000尼特 而在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屏幕素质之下 它还有815芯片的加持 就让这台车在系统的流畅性功能的丰富程度上 比凯莫瑞又领下了不少 另外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语音控制功能 虽然凯莫瑞它也有配备 但实际的体验感受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好 首先在于语音的识别你必须要说的很精准 其次它的响应速度来的也是比较慢的 你好小月 我在 导航到会展中心 找到多个会展中心 你想选第几个 第一个 路线规划成功 全程27.7公里 打约需要37分钟 而长安起源A07这边体验感会好很多 首先它并不一定需要你去说出一个唤醒词 因为它可以通过红外光感摄像智能的识别主架的纯形 还支持一语多语加连续对话 比如我可以直接说 打开音乐 一起来听听高五人的爱人错过吧 并把温度调低 温度已经调到最低了 日常使用的功能几乎都可以用语音来去直接控制 这样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直接用语音 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操作 不仅使用感受更加便利 其实也能大大的提升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其次还有一点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于车内的音响层面了 这台长安起源A07它是配备了16个高品质扬声器 其中在A柱上多出了两个天空声道 能够实现5.1.2的天空环绕音效 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感受就是你在车内听歌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声场更加的饱满了一些 作为对比 其实凯莫瑞它只配备了6个扬声器 对于喜欢在车内听歌的朋友 这带来的差异体验还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就是座椅了 其实车安起源A07在后排的空间 包括开阔感上 已经比凯莫瑞要来的更好一些 而来到了前排的座椅层面 其实它的整体体验会更加的优秀 首先它坐起来会更加的宽大舒适 其次相比起凯莫瑞它还多了座椅的通风加热及按摩 可以说就是一步到位 对于舒适性的提升是很大的 所以不论是在一些智能化的配置 还是娱乐化的功能 以及舒适享受类的配置层面 长安起源A07的确要比凯莫瑞来的更有优势一些 关键还在于这台车作为数字全电平台的产物 它还支持了全域的OTA升级 不仅是一些车机系统里面的娱乐化功能可以升级 甚至还包括像整车的控制 包括智能驾驶 在之后的迭代过程中都有可能越来越先进 真正做到了常用常新 这是凯莫瑞这种传统燃油车绝对达不到的 说实话比拼配置合资车型一定是吃亏的 在驾驶感受方面 CAMRE能否搬回一城 出自天阶架构下的第八代CAMRE 其实在驾驶感受上 相比它前代的车型的确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它的重心是降低了20毫米 重心低了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车辆驾驶起来的贴地感会更加的明显 但是这台车它的整体调校风格依旧是明显舒适的取向 所以在过弯的时候它的悬挂调校还是相对比较软 侧轻还是明显了一些 那在动力方面 这台车所配备的这台2.0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放到中型轿车中确实算是比较孱弱的 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平稳的驾驶感受 那在城区里去驾驶也还算是够用 只不过当我们想要去急加速的时候 或者说去跑高速的情况下 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噪音会能够非常明显的传入到车厢内部 那这的确是这种自吸的纯燃油车一个比较明显的通病 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则是在于 它作为一台强调于舒适化的中型轿车 其实在高速行驶起来之后 对于风噪机胎噪的意志也并不到位 尤其是当时速过了80公里每小时以后 整个车舱内部基本都是一个比较吵的状态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些急加速或者说超车的需求 身材一较油门 那么基本上车内前后排的乘客进行交流 都需要明显的提高一些声量了 切换到长安起源A07这边 整体的驾驶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一台增程版的车型 它是100%电驱 最高的功率来到了190千瓦 峰值扭矩320牛米 再加上电机驱动的发力特性整台车 开起来是非常轻快丝滑的 而且在高速情况下 我们想要去再加速的时候 也几乎察觉不到任何动力的衰减 日常使用绝对是非常充沛的 当然让我最为惊喜的 则是这台车对于增程器介入时候的震动机 噪音的控制真的非常到位 得益于强大的增程器软件算法 它能够时刻使增程器处在最优的工作状态 从而噪音和震动也就自然小了 再加上在增程器等机舱采用了全密封 以及加后隔声层和减震结构优化 减少了增程器的震动感 所以不管是在巡航情况下 还是在急加速的情况下 增程器的介入感都是非常细微的 日常驾驶很难察觉 这一点其实是此前增程车型一个小小的痛点 但这一次长安全A07把这一点解决之后 就会让整台车的这种NVH表现 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从而整个车辆的行驶品质 自然也就有了高级车的味道 这一点我觉得是哪怕Camry双勤版车型 也不能比肩的 而整台车在底盘方面的调教感觉 其实是非常追求于 像豪华行政级轿车的那种感觉 大的冲击它会尽可能的柔和化解 小的冲击则会轻松过滤 驾驶感受安定平稳 当然在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顾虑 就说长安全A07 它为了去营造这样舒适化的驾驶感受 那会不会和Camry一样 整个开起来会缺少了一点 驾驶乐趣和车身的灵活性 事实上别忘了它是一台后驱版的车型 后HP独立悬挂 加上后轮驱动这两个特性放在一起 就会让这台车的整体驾驶感受 非常的跟手 指向性也很精准 前后50比50的轴和比 更能够让它在加速减速 及过弯的情况下 都能够保持车身的稳定性 所以长安全A07我觉得它在驾驶感受和舒适性之间 确实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关键还在于它作为一台增程版的车型 还拥有着超低的油耗 在CLTC供况下 它的亏电油耗仅为4.5升每百公里 而它的纯电续航也能做到了200公里 所以日后的一个用车成本 相比起Camry也要更低一些 这两年我们都在说 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大变革 在这场变革之中 有人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PPT 当然也有车企按照自己的构想 把数字新概念逐步落地 长安起源A07就是作为后者的一个典型产物 不到18万年的价格 在两三年前 说实话 我们都很难买到一台主流品牌的B级燃油车 而今天长安起源 直接给了我们一台中大型的新年轿车 且它在设计 空间 自动化配置 包括驾控等方面的表现 都要明显领先于以Camry为代表的合资燃油车 所以长安起源A07的出现 势必会进一步动摇 合资品牌在中型轿车的固有根基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感叹 这两年车企的内卷 真的是让我们消费者 在选车骑购车时候的幸福感 有了明显的提升 用长安起源的话来讲 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跃迁 我相信作为18万级高级数字新汽车 产起源A07所带来的新选择 绝对能迎来销量上的亮眼表现